另外人民幣的跨境结算交易 似乎是势不可挡 因为5月31号 中国飞机的租赁警团 向印尼的林亚航空 已经交付第三架的飞机了 台湾跟进买黄金 这也不是世界唯一 最近买黄金的国家多了 去年排名第一是俄罗斯 今年当然是中国 可是还有土耳其 印度 一大堆国家 所以台湾只有423吨 还是排名很后面 买黄金的意思 当然就是认为美元会贬值 当然是这意思 另外那个经济 事实上印度的第一季的成长 是比预期还高 7.8 这超级高的 也许是第一季 刚好有很多西方来的投资 这也有可能 这要看细项 那当然比较麻烦的是日本 日本目前看起来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 韩国还有一点复苏的味道 那因为科技战的关系 所以很多国家是买了韩国的半导体 可是日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他现在排名第一的企业叫丰田 那丰田 那丰田事实上一定也会面临中国这个汽车海啸的冲击 所以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的GDP事实上不断的排名会一直下降 他现在也被德国追过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那俄罗斯本来大家就有预期今年可能会冲到3.6 而且他越打越富 那主要是因为他投入极大的投资在军工产业 因为他军工产业本来就很强 那他的国防预算本来大概只有700亿左右 今年是冲到了将近1200亿 国防预算 那将近GDP 大概 他的占GDP大概有6% 非常高的比重 所以等于就是他军工产业联动出来的一些经济的能量 是让他的制造业经理人指数冲到54 这个大概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他就是很特殊 那能源还在这样 还用个经济学的当国防部长 对啊 那个人来当国防部长就是 认为他的战争经济已经是主体了 所以就必须找经济学者 而且这个人就是研究战争经济 他事实上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好那这个人民币的部分 这个是国产飞机的首单人民币跨境结算交易 这个也没什么 这个是两件事 中国本来就跟很多国家有本币交易 那跟印尼 跟印尼有本币交易 这个完全符合预期 这个没什么 你应该说印尼买中国的飞机 这个才是新闻 人民币交易不是新闻 就是他开始愿意买中国的飞机 OK 我问一下亮哥 亮哥你觉得下一步对岸会怎么做 还是说现在赖清德他们觉得 134项而已只有占百分之占比 是百分之二而已 所以没有关系 然后所以赖清德才会说这样的话 是赖清德在讲 事实上你不能算产值 你要算就业 因为中小企业 他产值不大 可是他就业大 那失业你怎么处理 赖清德那个叫做 坐着不嫌腰疼 你来执政看看 你去当郭志辉 吹牛大王 对不对 而且我讲白了 Ecofra的整体的营业额不大 没有错 他大概占台湾出口 如果是百分之二 你从去年 如果用去年算 去年台湾出口到大陆 大概接近三千亿美元 那百分之二就是六十亿 六十亿左右 那三千亿美元 里面有一半是电子零组件 还有其他很多 你怎么确定 你出口的东西 人家一定要买 所以重点不是Ecofra 重点是采购 如果他开始在这里动手 我举个例子 中国大陆现在就下定 决心不买英特尔的晶片 那他开始用农产的 国产的晶片 那国产的晶片 可能没有英特尔晶片那么好 那我就是不信任你 或者我可以不买台湾的 我去买韩国的可以吧 因为我要跟韩国交好 那你现在跟我不好 那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个大豆 中国大陆本来美国的大豆 一年买多少钱 结果现在美国就直直落 那他开始改买巴西的大豆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一年从大陆的顺差 我们这边算是七八百亿美金 那大陆算是一千亿美金 那你以为你这个顺差 人家非买你的不可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问题 这个观点上蔡正元也讲过 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 最大的筹码事实上是采购 不是ECFA ECFA你永远都在讨论ECFA 那为什么会讨论到ECFA 因为大陆商务部 现在只有看到贸易歧视这个问题 那贸易歧视他就认为 应该根据WTO来做矫正 那你都不调整 你现在禁止我两千五百项 不能出口台湾 那既然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给你关税优惠 他现在的思维只有这样 可是如果不是要搞 WTO的那个所谓贸易歧视 我虽然是搞政治呢 那我就不一定要买你的啦 那谢金河还讲说 他非买不可 因为我们台湾的性价比高 他们有的选择 对不起啊 连美国的他都可以不买 你的他非买不可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因为他跟美国干上了嘛 所以我就不要买英特尔的晶片嘛 就是基本上只要 所有国有事业跟政府部门 都不能用英特尔的晶片嘛 那他为什么不能够说 我台湾的什么什么我不要买 你认为他做不出来吗 所以我说有时候 不懂政治最好不要讲话啦 你去看中国对外的贸易行为嘛 不然我问你嘛 美国跟中国的经贸 为什么中国出口到美国 会下降这么多啊 他下降了将近两千亿 那也许有一些是变成 从越南出口 从墨西哥出口 有啦 可是有些真的没有卖啦 为什么会这样 就美国不买啊 那美国可以这样搞政治 那中国不能对你搞政治啊 所以我说你是不是把 把这种这个 把那种市场上的行为 视为必然天经地义 永远都是如此 你不要做梦了吧 你以为中国都买不到 全世界只有你台湾会做 大概台积电的晶片我相信 问题是台湾台积电的高阶晶片 刚好是不能卖的 所以我坦白讲 你现在卖给中国大陆的 所有的商品 一年出口将近三千亿啊 每一项都可以被取代 那只是我稍微用 比较差一点的啊 或者我故意做给 别的国家面子啊 我可以去跟韩国买啊 去跟别的国家买啊 我就是不要买你的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我说不要讲大话啦